歡迎收看我是陳自立 來看到是廉價期間 這雪霸國家公園的免費登記 山屋幾乎都是額滿的 結果呢最後的實際入住率 進步到五成 據傳呢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非常無奈也決定祭出罰則 無故未到山友未來會停泉半年 白雪覆蓋山頭 景致優美雪霸國家公園內的 黑森林 圈谷 以及雪山主峰等高山地區 目前仍有積雪約十公分左右 加上最近武林櫻花盛開 美不勝收 讓3693莊和七卡山莊 幾乎天天登記而滿 但實際入住率卻不到五成 雪霸國家公園總共有十個山屋 五百零三個床位幾乎都是免費提供申請 管理處指出山屋除了讓山友休息避難之外 更重要的是確認山友是否入山 以免遭遇氣候異常或緊急災害時無法找到山友 登山客訂了山屋又不來損及其他山友權益 增加爬黑山風險 避免這樣的情況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從四月份開始 也將祭出罰則 只要申請入住無故未到也沒提前通知的山友 將停權半年以確保大多數山友權益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導